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李志生 今天针对工人党阿育尼后港绑额东市政理事会 就财务管理与监督问题做出的解释急于反驳 他认为管理这个市政会的工人党主席林瑞莲 昨天提出的理由包括指国家发展部所需的承报方式 导致市政会无法提交过去18个月 拖欠杂费的报告都是借口 因为这样的承报方式已沿用多年 而工人党也没有解释被拖欠大笔杂费的原因 李志生认为这显示市政会缺乏管理能力 也让人质疑工人党领导人的诚信和声誉